美国职棒洛杉矶天使12日在主场对上多伦多蓝鸟 大古香平担任开路先锋指定大击 是本季第38支全雷打 差异轰追平1982年传奇名将杰克森的球团左打单季最多轰 日本球星大古香平在美国职棒大联盟掀起旋风 也以正式超越前辈松井秀喜成为单季最多轰的日本球员 几乎每天都在书写历史 前辈松井秀喜也曾发表祝贺 称赞大古才是真正的全雷打型球员 大古香平只花不到半个球季的时间就超越了松井秀喜 2004年一整季的三十一轰 大都会墙头史卓曼曾赞他是人间的传说 纯卫媒体运动化看则称他已超越棒球之神贝比鲁斯 大联盟作家皮特列欧甚至形容他是现实生活中的超级英雄 根据美国财经商业杂志富比斯估计 不破尤里应答的态度难能可贵 也让他迅速成为美国媒体的宠儿 大古香平是日本严寿县澳洲市出身的职业棒球选手 现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洛杉矶天使所属的球员 除了投手外也能同时兼任外野手 是现代职棒中相当罕见的投打双修选手 也被称为二刀流 大古作为投手不仅拥有至今人士 日本职棒官方记录的每小时165公里 惊人球速令人折舌的大幅度变化球 作为打者的他同时也拥有优异的长达潜力 惊人的棒球天赋与其发展接受到外界高度瞩目 出生于体育世家的大古其父亲 为业余社会人球队出身的棒球选手 母亲则是羽球选手 父母的优良运动基因 也让其自小学三年级便开启棒球生涯 2017年大古结束在日本职棒的赛季后 宣布将前往美国职棒继续下一阶段的球员生涯 挑战棒球最高殿堂 并选择了洛杉矶天使队作为他大联盟的生涯起点 2018年5月大古祥平才刚刚踏入大联盟 这个棒球最高殿堂没多久 在练习场打击的球 被钢萨雷斯形容是该球场最远的一发拳雷打 天使打击教练索伦托说 索仁的下巴都掉下来了 现任响尾蛇外野手 曾与大古同队的卡胡则说道 那是我见过最荒谬的事情 2018年6月大古的右手肘总体 对一建议他进行韧带重建手术 即使医生诊断认为没有动刀的必要 但大古最后还是选择手术 因为当时24岁的他 想追求的是速球星投手形象 附件之路漫长而艰辛 大古祥平努力不懈的精神 成功打造出自己所想的投手理想形象 打出快球速为99.3英里 2021年4月26日大古祥平敲出并列两联盟最多的七发全雷打 并且在面对德州游记兵队的赛事担任先发投手 由全雷打领先者的球员担任先发投手出赛 在大联盟的百年历史中 就只有被誉为棒球之神的贝比鲁斯和大古祥平做到 对美国人而言大古的表现令他们赞叹 对日本人而言则是令他们骄傲 为了找到比赛当天的打击手感 几乎所有打者都会在赛前由教练卫球进行打击练习 然而大古祥平并不这么做 反而都待在室内进行打网 好节省需要整计 担任二刀流的能量 不过与他共事数年的队友都知道 他在打击练习展示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可怕 天使神尊楚奥特说道 如果你从没有看过他的打击练习 去看他的拳雷打大赛 看他在科罗拉多打球 因为那将会是一场不可以错过的大秀 大古祥平的表现惊艳众人 现阶段他稳居大联盟全雷打王 投球也有不错的表现 非常有机会问鼎 美国联盟年度最有价值球员奖项